好了,同志们好 那么经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 前后反复的测试研究 那么现在这个无奇 啊不是无奇 白马五分阵终极吧 基本上就出炉了 那么鼠制天克 鼠制天克是一开始 还没换五分阵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咱们也不是马后炮什么的 就是很克制 这个惨败了就是 以一代劳一方面就是减伤 对吧 另外就是庞统和诸葛的本身智力也很高 所以这个根本打不出伤害 运筹打900多 我都看惊了 好 那么我们接着说无奇 一开始是没有打算 上中会 因为我卫功用的很舒服 对吧 那突然要用中会就 就是准备了几个武将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一定要去上中会 我甚至于把这个张角都已经准备好了 张角准备好了已经 但是如果就是想要通吃骑兵的话 那么就吕布这里比较吃力一点 因为你这个震慑了以后啊 你比如说三世吕布的震慑 它发动天下无双这个决斗震慑没有用 而且这个张角的统帅呢 是比较低 然后速度也偏慢 对吧 速度慢 它就容易先吃亏啊 被人家先手打爆发容易吃亏 那么后来就啊 也测试了一下国家队吧 这个等了老半天就等了一个半兵的 那么就是下河敦了啊 那么就是想到了我们就测一下 那其实这个队伍是效果一般的 因为控制比较少 那么想象当中 理想当中是比较完美 我只要盯着冰刃队伍打就行了 对吧 然后触发刚烈 鲁莽来吸血 这个增加续航 那么总的来说 不算太理想啊 不算太理想 那么后面就换了中会了 因为如果我们是要针对骑兵的话 就是盯着西凉和虎豹打的话 那么虽然这个藤甲兵也是可以的 对吧 许楚藤甲 那么基本上就是除非是打碰瓷的比较稳 那如果都是满兵的话 就是有时候有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或者有的时候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就是勉强能打打消耗 那么一开始换的五分阵用的是勇者得钱 就是一直想这个是不是两个主动战法增加八成伤害 勇者得钱这个战法伤害提升八成 那么一开始打的是甘太成 那么这里说一下甘宁的B十积虚 它是不受五分阵挑拨的 这个统帅最低直接打貂蝉 直接就是对着貂蝉打 这个嘛 就感觉因为B十积虚 它是A级战法 对吧 A级战法 我五分阵是S级 对吧 你这个好像 怎么说呢 就级别上面感觉有一些失望吧 对吧 你怎么 A级的战法 这个不受S级战法的挑拨呢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估计如果对面是徐楚 基本上没什么任用徐楚 好像也就我徐楚用的比较多一点 如果徐楚这个锁定的话 估计也是不受五分阵挑拨的 那么后面就是打这个孙妹的武器 那么勇者得钱的话 一开始是在用勇者得钱 后面还是改了 再继续改动一下战法 到这里开始用背蛇鬼车了 因为我们是没有草船和仪力 给陈朴续航的 那么用背蛇的货 既可以打伤害又可以增加一些续航 这个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个就打这个香香武器就很轻松了 伤害也很劲爆 然后是 那这哥们一直是比较猛的 经常性的就是打我们这种 什么一穿几啊 一穿三的 一穿四的都有过 曾经有一对被穿掉的就是我 那么现在的话能打平 他是因为有横割越马的 横割越马 那么 刁蝉就是原来我们用吕妹的时候 他肯定是诱敌深入 那么你换了中会以后 我们要上沉刷绝水了 就增加那个谋略伤害 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完完全全的单核输出的话 终究有点吃力 因为很多人一开始说这个阵容的时候 连我们自己人都不服 那么我无奇 打工兵就没输过 那你这能行啊 就是有很多这种质疑 那么问下来 因为我没有无奇啊 临头我没有 我也没组过 对吧 那么问下来几个玩无奇的都说 打工兵几乎不输 没有什么工兵敢跟无奇叫板的 那么现在我这个直接就是同盟频道 我就说无奇杀手了 对吧 也没人反驳了 没人跳出来反驳了 看过战报以后 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五分阵的时候 还有人说 你这个阵容还想跟无奇打 对吧 现在没人反驳了 我打无奇从来没输过 什么时候我们两个较量一下 好的 这是看到哪了呀 这个五虎枪嘛 这五虎枪弱一点 因为马超和张飞的智力本身不高 你要遇到中会这样的话 这个 就打得很爽了 你这个打冰人队伍智力低下的就比较爽 那么打吕布的话还是有点吃力 就是如果是白马五分阵盯着骑兵打的话 这个难度系数是吕布大于孙权 孙权大于香香 就是这样 因为吕布的爆发伤害 黄中 不是黄中 陈朴是吃不消的 然后这里我是中了错锐了 中会中了错锐了 别说战法不发动 就算发动了估计也打不出伤害了 陈朴他主要就是怕突击 因为他挑拨了以后 很容易强力突击战法 容易爆头 那么我们这个圣气灵笛是要背着的 因为为啥说他是懒人牌的五分阵 因为我们草船和仪力都没有 就是用一个背蛇再加一个五分阵本身的回复 这个阵容就成型了 那么如果是五分阵再加草船的话 对于平民玩家来说 你这个阵容的成本太高了 成本偏高了 而且我现在就算换了草船的话 我也不知道用哪个替代了 感觉这些好像没有特别适合换的 那圣气是肯定要的 对吧 沉沙绝水是给中会辅助增商的 那么白马翼同时加强发动率的 现在就是有没有草船 我觉得不是那么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只是针对打骑兵的话 如果只是针对打虎豹或者西凉的话 那么你这个进化也就不是那么太重要 那么后面就是 一开始在测试的是这个 就是想象中比较美好 就是 曹仁因为他固若经常是在洞察 有可能是不怕胜气 那么就是给元素加折冲 然后终于封死阵是用上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元素厉害 对吧 也想给他配封死阵 但是很多时候是元素顶不住 那么说一下这个阵容 就是前几天正好有朋友又问了这个元素 那么我这里就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是没有破阵催肩的 这个战法没有 那么也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替代 那有的时候是用脸重而击 那么换五分阵的时候 把这个崛起机道一起换掉了 那么感觉还是挺适合这个元素的 那么曹仁的话虽然有洞察 但是他本身速度慢 也怕被先手控制 被祭穷了或者被震慑了 你这个就打不出这个折冲了 那么所以说这个阵容的话 有闲之的赵云的话最佳 直接就是裸一加这个折冲了 闲置的赵云 那有可能有朋友问 哪里还有赵云会闲置 那如果是我的话 有赵云还真就是闲置的 五虎枪没有 奶枪没有 这个天水枪没有 江维没有 关羽没有 刘碑没有 那我这赵云如果有的话 还真就是闲置的 说不定还真就跟着元素了 那么后面有可能就是卫功就玩到这了 卫功的话应该是也玩了两个赛季了吧 后面就基本上卫功也就玩不起来了 因为我要换刚勇了 要用那个夏侯渊 换这个战法 夏侯渊用掉了以后 卫功基本上玩不起来了 就是白马五分阵了 那么刚勇的话 上一个视频是顺带提到了一下 是给马超用 那么为什么会是马超呢 马超这个先和李如这个熟悉一下 以后有可能就是搭档 因为刚勇无前 他是受到兵刃伤害以后增伤 然后这个增加暴击率 那么马超因为他的进攻手段非常单一 他就是一个群攻 那么你配上郭家了以后 如果触发刚勇 那基本上打的就是一个群攻 就是一个带暴击的群攻 对吧 那么感觉是可以的 我感觉这个进攻手法单一 打群攻的刚勇无前的话 更适合马超吧 比起相对比起张飞来说 马超更适合一点 那么这个马妹啊 马妹的视频做完了以后说 哎呀我说没有几两好难受 其实后面就抽到了 后面就给了一个马腾 哎呀这个 说明这个做视频还是 还是最大的选学 对吧 你这视频刚出完 这个马腾就来了 挺开心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可以开始测试马超了 因为我们马妹的这个之前 那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 顺的话就是恐怖输出 就是很恐怖的一个输出 那么马超的话 我到现在因为没有旅步 我也不想去等什么 一起当千 直接上刚勇 我们到时候来测试一下 因为要 要用到高顺吧 那么 高顺在这里 还有两天 两天把这个 官妹给重制一下 那么从来不抽点藏的话 我想练什么阵容的话 还是比较方便 武将觉醒也是比较充裕 那么有些朋友的习惯 是先凑战法再凑人 凑到后面这个武将都没了 战法都有 那么我们尽量反过来 你先把人凑好了 再去凑战法 这样比较好一点 那么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拜拜